和新医疗创办人妇产科名医苏宜宁 不是出现在医院而是在法院 因为她被亲妹妹告发涉嫌逃漏税 出庭时明显受一大圈苏宜宁否认犯罪 妹妹指控她旅居美国期间没在台湾工作 也没提供劳务或实际从训练公司取得报酬 却向不知情的训练公司说我是公司技术团队成员 拿我充当人头来逃漏税 检方不起诉妹妹提在意 检方调查发现苏宜宁在2006年间 未经妹妹和弟弟同意把两人纳入研究团队成员 需责妹妹和弟弟的业务所得 借此规避应该由自己缴纳的所得税 漏报期笔合计6437万的收入 合计2877万多元的税捐 将苏宜宁夫妇起诉 毕竟是家人 那我们就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那这个我就也不方便再回答 过去曾遭爸爸指控弃养 苏宜宁反驳还说心中最大的黑暗来自父亲 这回又遭妹妹告发 她表示妻子负责报税 每年都有缴税 公司互赌的钱由她跟妻子支配 但不是用在他们身上 苏宜宁创立核心诊所及基因公司 媒体报道她身价超过10亿 近年却因为家人的关系 风波不断 TVB宣传全检议期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